就是总而言之,回到我刚刚讲的左边右边,左右手会影响结合起来,那我刚刚是不是特别提到,用脚,其实脚的力量送到腰腰,送到身体,那其实这个跟音乐有很大的关系,为什么,因为我们都知道音乐三要素是节奏,音高跟音色,可是节奏才是音乐真正的灵魂,太多人太小看节奏了,因为节奏可以用实质,很多老师的教学会让大家觉得节奏不准,你就用实质去量啊,几公分几公分,四分一五,就是 就是几公分,那二分一符就八公分,那十六分一符就两公分,用这种概念去弄,那其实我说过,我非常反对这种教学,因为节奏应该是一种律动感,一种循环,一种律动感,那循环抓到,你当然就会有一定的准度,不过这个准度不是固定不变,它是松松轻轻,随着音乐的感觉,那这部分其实它会跟我们身体的细胞做结合,所以那个节奏律动很好的人,他一听到音乐,他身体是会跟着动的,跟着摇摆的,好,那这种东西,如果你想看,如果 你身体是锁住的,这样拉琴,锁住都不能动的人,你就,你身体都不能摇摆,都不能动的人,你那个感受,我刚说的那种感受,你就发挥不出来,好,那这时候如果薛悦老师想跟你讲的一句, 感谢观看